作为三庆园小霸王的杨九郎非常有特点 尤其是那一双眼睛 郭德纲曾在舞台上调侃杨九郎 称他的眼睛为一线天 自从张云雷跨界成为歌手后 杨九郎就成为了失业的寡妇 时常空降德云社巴队 帮助张云雷管理巴队 在相声方面 杨九郎也没有再找新的搭档 宁可不干活也不放弃原搭档 不得不说 张云雷和杨九郎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 在德云斗笑社中 杨九郎的表现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不得不说 相声演员嘴皮子是真溜 再加上头脑灵活反应快 真的很适合真人秀节目 虽然很少出现在相声舞台 但如今杨九郎也经常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近日杨九郎也参加了综艺节目 超然美食记 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作为北京小爷的杨九郎 迎来了他相声生涯的滑铁卢 他说的中国话 外国有人都听不懂了 杨九郎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的普通话一定说的很好 可是杨九郎的普通话 太过于靠近北京话了 超然美食记来到了西安站的录制 节目中杨九郎孟佳等人坐在一起吃饭 讨论西安的美食 这时候林桌来了外国有人 黑人小哥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跟孟佳对话完全没有问题 杨九郎 你喜欢的西安美食是什么 黑人小哥纳闷了 听不懂 北京人说的普通话有点太快了 黑人小哥直言听不懂 一个相声演员说的普通话 竟然别人听不懂 这是对相声演员最大的侮辱 德云社要求相声演员 在舞台上演出要说普通话 并且自证腔圆 看来杨九郎很久没有说相声了 普通话也变成了北京人的普通话 孟佳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跟杨九郎开玩笑说 你的相声生涯要结束了 这句话直戳杨九郎的内心 相声演员这个身份 是不是已经离开自己很久了 杨九郎在综艺中说话比较快 并且多半的口音是偏北方 而话音比较重 随后杨九郎也发文表示 吃个饭差点断送了职业生涯 西安市偏中西部的城市 对于这种口音说话的人 很少见 黑人小哥第一次听到 用这样的口音说话 自然听不懂 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博大精深 在中国生活五年 也只会用标准的普通话对话 如果随便换一个地方的人 跟他聊天 他都有可能听不懂 相声演员能在舞台上谈天说地 自证腔圆的讲话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功 也是他们日复一日在舞台上演出的成果 张九南可以把四个绕口令放在一起说 并且每个字你都能听清楚 这就是本事 张九南在舞台上说了十年的相声 十年的光音成全了他 俗话说得好 刀越模越亮 功课越做越精 相声演员说相声也是这个道理 说得越多 会得越多 说得就越好 杨九郎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的德云社综艺等着他 青春首艺人 首发阵容有杨九郎参加 这个综艺是德云社轻力打造的彭宗 阮云平作为节目的大当家 杨九郎 张九南 孟赫棠和周九郎都是主持人 跨界不断的杨九郎应该是他想要的前途 但是久别相声舞台是观众不想看到的现象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行家知道 三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杨九郎上次偶遇黑人小伙出的洋相 就是不练功的后果 这次参加德云社的综艺可以找一下自己的初心 不要遗忘了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职业 德云社演员跨界不断 某些相声演员的基本功已经受到了影响 跨界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相声演出 搭档之间默契全无 这样下去会伤害到线下买票听相声的观众 演员跨界要适度 最好的比例是三期 三成在外面做节目 七成留在剧场说相声 德云社是民间的社团 他们要生存必须靠自己 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 德云社安排演员跨界演出也是为了生活 如果德云社演员有单位资助 那么他们就可以安心的创作相声了 杨九郎身上的相声逐渐退化 是德云社演员的一个缩影 德云社演员必须不忘初心 才能走得更远 感谢观看